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助理看到了三红信 赶快报告部长 说有一件事我已经跟你报告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他说有一个妈妈 她今天会非常痛苦 她同时接到了部长 你要给她的信 关心慰问信 什么信 她同时死了三个儿子 死了三个儿子 都在罗曼蒂登陆的当下 被扫射打死的 这个如果你是妈妈 情何以堪 是不是 那个当下 美国的金轮的社区 就最怕接到信 一接到都很紧张 那个当下那个影片 如果你看就知道 刚好人来的时候 那个太太就一直不敢 怎么会是我 怎么会是我 刚好呢 请下来 那个人就问他说 某个家庭 你知道在哪里 那个当下那种表情 那种表情 那个信不是要给了 就带过去 留在那一个家 那个家 那个当下 同一天 接到一封信 里面是三个儿子 死掉了 关部长当下下令 问说几个儿子 他就有四个 还有一个也是在欧洲战场 就派了一班的兵 就八个最抢手的班长 就在整个战场里面 一直找这个雷恩 这个兵 一路上就一直找 一直找 混合成的困难 就一个被打死了 一个被打死了 一个班 八个人一个一个死了 到最后已经找到雷恩了 当下班长也中枪 也中枪了 最后讲他一句话 最后讲他 跟他高 他说你要话跟他讲吗 是 告诉我 他说 他说 要好好的活着 让一切都是主德 为了救你 八个人全部死掉 都死掉 所以要好好的活着 让一切都是主德 所以这个整个的影片 反向的时候 说实在就是在描述雷恩 他已经老了那一天 他的太太 他的儿子 他的媳妇 他的孙子 就走在他的后面 他走得很快 走得很快 走到那去 在金人公墓里面 去找到那个班长的墳墓 当下他非常地激动 就哭了 哭了 就想到那一段 你要好好的活着 让一切都主德 为了以你一个人 已经八条的性命都换你来的 他太太过去安慰他 他就问他太太 告诉我 我活得有意义吗 我是不是好人 当下他的太太跟他说 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你看 这句话 如果换来你的当下 你太太跟你说 你不是好人 你再回头 已经没有机会了 人的一辈子 太多人 你看 你去卖假货 赚了一辈子 十七年之后 你要去关 你的财产被人充公 到最后又是零 有意义吗 但是当你害了 这么多人的身体 受到影响健康 这个不用再还吗 每一个人一句话 人连可畏 是不是 你卖了黑心的食品 你当个官 结果你来做错了一件事情 不应该得到了 你得到了 这些事情有时候 一影响到你 身败名类 这个也不是你所要的 金主爱财怎样 岂之有道 不该你的 你也不要去得它 该你的 也跑不掉 这是我三十几年来 在基金会 从事社会公益教会的工作 我深深地体悟到 深深地体悟到 当我们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你的观念改变了 你的祖先会受到你的避孕 因为你打不出去的 那个厨厂都是好的 他可以感受得到 包括你的祖孙都可以感受得到 受到你的影响 这些祖宗他会保佑你 有多余的时间保佑谁 保佑我 因为我讲课给你听的 会改变的 这是我三十几年来的经验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 所以把人生的目标 要把它定好 有个教授 在实验给学生看的时候 就拿了一个茶杯 或者一个鹅卵石 就问所有的同学 还能放进去吗 因为满满的 学生说不能再放东西了 教授又用一些 小的翠属放下去 就问大家 这个还能再放吗 这些学生不敢回答了 为什么 刚才说不能放了 结果教授还是可以再放下去 就这样 教授又把放一些沙下去 就问所有的同学 这个茶杯还能放东西吗 同学不敢回答了 不敢回答了 教授又把它加一些水下去 这个故事有好几个意义 第一个 因为有鹅卵石放在中央的时候 就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你要把它定着 因为如果你要把先沙 翠属先放进去 鹅卵石放得进去吗 放不进去 所以我非常感恩 当我退伍之后 有那个机会 到屏东的南州 这个金庸医药院 我去参加了 这个心灵讲座 来改变了我一生 我这个茶杯 刚刚我人生的开始的时候 我的鹅卵石就放下去了 我找到了人生了 我就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也非常快 也非常幸福了 一转眼32年了 32年的时间 这昨天的事情 你看 32年前的事情 我现在讲的历历在目 这这么的清楚 因为我找到人生了 改变了我所有的恶习 我找到快乐 我找到幸福 这是人生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要去追求错误了 第二 你不要说你没有时间 人生的幸福 是点点滴滴加出来 累积才能使这个茶杯烦起来的 只有你当下有把握 你的机会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知道 人 良培 一阳一阴 阳是真人 阴是 阴是假的 真假 真就是你的灵魂本质 假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会不会坏掉 会不会坏掉 一定会坏掉 你看 我昨天还是年轻人 17 8岁 刘毕头你知道吗 一转眼60几岁了 甚至岁月 不饶人 真的 那假的 再过几年后 就越来越来看 再过几年后 讲话都没有人要听 牙齿都没有人讲话 老中你下来好了 或没人好了 讲话不清楚了 就是这样 所以当下要好好的去保 这个人得人也 所以刚起来说 你要明理知道 真人与假人 生理是借你用的 你要给你的 真人的灵魂的本质 累积很多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当下 你能学习的道理 是很好的 为什么 你不要看到 别人怎么那么会读书 别人为什么 哪一个科系那么厉害 其实 不是只有这辈子认真 所以他累是在 整个过程中 在灵魂本质里面 他就学会了 你有看过会读书的人 怎么读吗 会读书的人就过目不忘 随便看就好了 真的很厉害 我一个朋友的儿子 在味道读书 台北人 他说你这个台东人 有机会去帮我看一下 我儿子在那边读书 要读国中 好 我去看了 那天晚上三百多个时间 在那边晚住修 我滚老师 几个工 就找他那个小朋友 我拖了过去看他 他也很认真在读书 他读什么书 储留相秘籍 我在外面等他 出来之后 我说他考书已经快要到你 为什么还看这种书 他说我要调剂孙心 那我就问他说 你要考台中一中了 他说不要 不好 我要考建国中学 看储留相秘籍 要考建国中学 省一中他还看不起 你看我能不能 问他爸爸说 你儿子看储留相秘籍 我不敢讲 人家说要考建中 对不对 我们在等啊 剩下两个礼拜 真的考了 考了 万分七百分 考了六百九十三分 真的是建中 哎呀 那个就是会读书的 我又到他家 我看他在钓鱼 又在看储留相秘籍 很厉害 结果那个鱼杆 被鱼拉走了 结果那个储留相秘籍 一丢 衣服没有脱 就跳下去抓鱼 坐来一树草鱼这么大 回去的时候 他妈妈说 你不是去钓鱼 怎么全部都撕掉了 他说我刚起先是钓鱼 后来变抓鱼 我就在他旁边 看了哪一模 大家看 吃完 晚餐吃完 就眼睛看在这里 看那个科学小了一下 我从旁边看 这个白痴与天才 收拾在也差不是很多 我就说 你就考台大电机系 不要那个台大电机系不好 我要考清大电机系 台大设备都是老的 教授也老 清大是年轻的 一放榜 还是清大电机系 这个联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好像是他老爸做的 你知道吗 我说你现在要去美国了 他要去美国 这就是用讲的 用讲的 我们没有看到他读什么诗 他说读什么诗 老书讲认真听就好了 我现在讲你们认真听 没有人打个睡 就永远会记起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们也都是天才 那个真的是会读诗 那个诗是好几辈子读来的 所以你今天在某个领域里面 你不要笑开你今天坐这里 你也是已经修到好几次了 搞不好你是哪一个山里面的庙的高僧 尼姑庵的那个住处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这辈子就是要来进入伦海中 要来普渡众生的 所以你看你宁愿在这个时候来听这种课 这是要程度的 不是一个学术很高的人他就能听得下去 不一定 有时候你认识了太多的文竹 变成了你的文竹障碍 反正你讲 因为文竹里面他就有很深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孔老夫子跟他的弟子说 身乎无道义以贯之 曾孙主又回答以后 喂 主出孔老夫子是自己 闻人问的 同学就问了 何为也 曾孙主说 夫子知道忠誓而已 老师刚才讲道 那你怎么又说忠誓呢 其实一个体是一个用 最重要旁边有个主公是很厉害的 他很会做生意 他听不懂 当下他讲那句话 夫子出文章可得而文言 夫子出原性以天道不可得而文言 孔老夫子讲的文章我可以听到 我可以懂它 孔老夫子在讲人的灵性以天道 我听了我得不到它 我不懂 你看 主公是很会做生意的 很会赚钱的 他听不懂 因为一个是学术的 一个是心灵的 心灵成就 心灵这种东西就看你的当下 你有感应到吗 只要你感应到 他就是宝贝 如果没有感应到 就是说 啊在疼 就是这样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历代的这种 残血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一个人 第二的时候 轮轮轮轮轮 推挤几轮 发挥他的价值 我今天学了 我讲给人家听 产生这个价值 你看 当我们在讲美满婚女的时候 那个听下去的当下 有人眼泪掉起来 只有你一转个恋 就会快乐一生 有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在打瞌睡 这个学生打瞌睡 老师平常都不理他 今天老师心情不好 他还是继续打瞌睡 老师忍如渴忍 清晰之下 某某人就把他站起来 叫个好学生 给他看 结果那个好学生 也在打瞌睡 如果你是老师 你要怎么办 然后老师就讲了 你看你都懒斗 拿了书就睡觉 然后某某人都认真 睡觉还拿了书在看 你看 同样荧幕的东西 同样的一个场景 同样一个老师 两个人都是在睡觉 老师的印象 不一样而已 讲出来刚好180度 你为什么 这个老师 为什么不将他的心境转回说 哎呀 你看都认真了 睡觉还拿着书在看 那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吗 因为心中有佛 看到别人都是佛 心中是不好的 看到别人都是不好的 所以当你都会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 说实在 就是你的心灵已经受到污染 你一定要去改变它 赶快reset 赶快归零赶快归零 把它归零 所以当你会的时候 你推起几率 花卫那个架主 婚人这种事情 那个 人格啊 两个才打得响 对不对 每天 今天吵昨天的事情 实以一句话 小妹 就不好 他不追溯 前面当初为什么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气死你了 我才和你结婚吗 没有嘛 都是清清偶偶的情绪之下结婚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没有用心去经营他 每一个时段 你没有去注意那些小细节 没有去注意小细节 就累积 今天太太穿得很漂亮 老公回来 她的报纸一直看 老婆在前面走 中山北路已经走七次了 她还是一直看她的报纸 太太忍无可忍 就问老公 什么事了 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看了十几年 都是一样 好可怜 你就一句话 今天很漂亮 今天很特别 不是很好听吗 是不是 你偏偏就是这么独 人家这么辛苦 煮了菜给你吃 问你说好不好吃 你的一句话 就好吃就好了 你妈回答说不好吃 结果晚餐一煮好了 人家就不叫你吃饭了 自己拿了一块碗自己吃 老公就走过去了 老婆问那时候干什么 吃饭了 到外面去吃 听好 到外面去吃 你不能去吃餐厅 你一吃餐厅 回来就死得很难看的 这是人家生气讲的话 当下 这个老公还很不错 好啊 我喜欢吃老婆女子的 帮我包好 我拿到七楼去吃 做得吃 将功实罪 这句话还可以听 老婆如果问你 这个饭 这个菜好不好吃 真的很难吃 你要回答一句话 可以吃 听懂吗 可以 不能说不好吃 太太会问说 菜好不好吃 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要肯定他 真的会煮菜的太太 他不用问 老公 你的一切的一切 肚皮都掌握在我这些 简洗的手上 对不对 就像我老婆 他不用问 他掌握得非常好 我们时间到最后 跑过去吃 因为小的他煮的 那是好吃 好 就是你推起精神 发挥他的价值 或者他的价值 来 人 灵魂是真人 外在是假人 假的 外在是会坏掉 刚才也有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但是有人要改掉 他的恶行 他改不掉 我们家 有个亲戚 先赌博 都在家里 有两公顷的土地 全部都输掉了 他太太还在卖水果 他太是很好的 有一天忍如可忍 真的没办法 拿起菜刀 要砍他先生 追了整个村庄的 就到他一个老婆 在追一个先生 他一直追 一直跑 他今天会杀他不可就对了 后来就 村长只来当和宿老 最后的谈判的条件 就是要爬到手指头 就一定要斗一株掉 就好了 自己斗 自己斗掉 就这样 真的切掉了 切到手痛 不能公众 手痛不能公众 走来走去 你看到哪里去最好 还是赌到赌场去 不能赌啊 结果呢 人家在赌 没有的时候 就跟他说 出这支 打那支 打这支 你自己赌 不要这样 到时候没办法 拿一个碗工 里面放一些沙 不过那十盒 就要把那个牌子 又插在那个碗工上面 还是赌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不知道 谁要赌博 是你的 是你的手术头要赌博 还是你的人要赌博 还是你的心要赌博 还是你的意念要赌博 这个很清楚 在哪里 因为心是生的主人 身内是心的俗者 心是主人 你看不到 因为刚才我问你们 你们都不知道心在哪里 所以会问这个意 意就是参谋 这个参谋 这个参谋 和你的学术 和你的朋友 和你的社会地位 和你所参与的团体 很有关系 这个参谋很有关系 身体是一个俗者 他不会做坏事的 都是被这个参谋带记 如果你交到流氓的朋友 和交到修道人的朋友 结果会不一样 来几个例子 人家欠你十万块不还给你 结果你没办法 就去跟那个流氓的朋友说 某某人欠了十万不还给我 那个流氓的朋友说 交代给我就好了 我去滚他药 一下他就拿出来 你问他说 你怎么滚他药 我去拿盗子 把他手砍一出段 他钱就拿出来了 你看 你还没拿到钱 你们两个人 有可能都要被关 搜索杀人 是不是 两个都要被关 如果 你的朋友是修道人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你不然想说 某某人欠了十万块 不还给我 他们怎么说 他说没有关系 你要忍耐 搞不好你上辈子 欠他十万块 不还给他 我才没有 不然好了 他下辈子我当牛 还给你好不好 这样还差不多 你看最起码当下 你的心境可能存在下来 最起码当下 你又不会去做错误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朋友有没有重要 团体有没有重要 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人 很多人 有一个 存在我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找我 讲好课 我刚好上机的时候 他滚上机 我说小姐什么事啊 找老师你啊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很痛苦 我说为什么会痛苦 他说我离婚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差劲 长得那么漂亮 为什么会离婚 实在我有统计过 离婚的都是漂亮的 都是潇洒的 长得丑丑的都不会离婚 因为他从小都没有人爱 现在有人爱他 他就爱得不得了 他都很珍惜了 你知道吗 从小就有人爱他 他不晓得什么叫做爱 他真的是应该的 所以他常说 处地不留两次 我留两次 处地不留也 我留也 所以一个 一个混淆的男生 和一个混淆的女生 结婚会怎样 会怎样 会不会过来辛苦 快乐美满 不一定 不一定 结果就是他先生外衣 跟他讲的 他先生外衣 结果三个月就离婚了 我说你错了 你先生外衣是他错 结果要离婚你才有潜力 你盖章的是你错 你既然盖章 你为什么要痛苦 你为什么要痛苦 我说问你 他说我问了妈妈 我妈妈说不要 叫我把她离掉 我问了妹妹 我妹妹跟她离 跟我说你把她离掉 我说现在几点了 十点半了 我说你妈妈在干什么 我妈妈在睡觉 旁边睡谁啊 他说我爸爸 你妹妹干什么 妹妹在睡觉 旁边睡啊 没事 你哦 你回去哭了 你抱别人被擦眼泪就好了 他说就是这样 每个晚上都这样 我说那个叫做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当下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就是去请恕你的妈妈 去请教你的妹妹 因为亲人会站在亲的这个立场 来帮忙你决定 有时候想一想 舌头和牙齿那么好 会不会咬到 还是会咬到 婚定的事情 前面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你都没办法走过去的 你都没办法去应付了 前进的路难走 后退的路 更难走 是不是 你看一个离婚的女人 一个离婚的男人 不一样的 不同的 结果她带了两个小孩 这边也带了两个小孩 他们有一次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不小心又生了一个小孩 结果这两边的小孩 都比较大 结果就挡了一个小孩 她老公就说 她老公 小儿子管好了 你儿子和我的儿子 挡了杂魂的儿子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有没有乱 更乱 所以面前才一个 一堆你都没办法去搞好了 术后 问题未大 更大 为什么术后 假设 你有找到好的归宿 幸福的话 我都说 仍然不是找到好的归宿 是因为你的观念改变 是你的观念改变的 所以当初的结婚 当初的离婚 就是你的观念没有改变 你子高气扬 你不只要 人生的婚姻 是要用心去经营他的 你没有去珍惜他 因为你失去了之后 你才懂得去珍惜 所以宁愿 把这种了解 幸福的人生 这个课题 要不要听 这么小声有像要听吗 好 谢谢 OK 来 我们再继续谈下去 来 季公老师说 人生的记忆各不同 酸甜苦辣 事物目中 谁能素得甲钟 甲钟真 光明显现 谨虔诚 什么是你的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的 你看 OK 来 你看 这是你的年轻 这是现在 有没有老 什么是你的 你看 连你都不是你的 是不是 连你都不能去掌控它 要不要薄了每一个当下 要 老 你不要说你老了 你不要说你老了 没有老 我们这里一个助公 92岁归空 他在这里 做 垃圾分类 做到89岁 也没有 人会看不起他 所以每一个当下 保 我们灵验 都学习道理 把心境调好 过得更快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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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